卖场首扶梯旁挤满大批民众 身穿黄色衣服的中国大妈用手猛力一拉 将插满玫瑰花的锡箔纸直接扯下 开始奋力拔光所有花朵 在场的其他民众也不顾危险 全部抢成一团 中国浙江宁波一处商场 选在520这天举办特卖活动 首扶梯被布置成一片玫瑰花海 仅供民众拍照欣赏 不料娇弱的花朵被大妈盯上 顺手直接拿走 许多小朋友也跟着一起抢 民众手捧鲜花满载而归 让卖场人员伤透脑筋 宛如蝗虫握进原本艳丽的玫瑰瀑布 最后却变成光秃秃一片 影片上传到网络后 有网友直接爆气 说是没见过花吗 也有人直言中国消费者素质十分堪忧 我们连照片都没有来得及拍一张 现场一片狼藉 感觉很失望 中国各地往年 每逢520或情人节 都会布置玫瑰花海 制造过节氛围 让民众打卡观赏 没想到原本的好意 却被中国大妈破坏 也让不少慕名而来的顾客 败信而归 三连新闻西条报导